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十篇微小说,天天潸然泪下 不需要太多文字,不需要复杂的情节 有些故事用最短的篇幅说透最真实的人生 一、存折 老人得肺癌住院,家里几乎掏空了 最后实在没办法 家人只能眼睁睁看着老人受着病痛的折磨 老人临走前的一晚,将孙子叫到床前 小心地从怀中掏出一本存折 小生对孙子说,这是我留的一点私房钱 就知道那傻老婆子会把自己的养老钱拿出来给我看病 这钱是我偷偷藏的 等我走后就留给他养老吧 二、鱼头 儿子从小就记得 但凡家里吃鱼 妈妈总是把鱼头夹自己碗里 因为鱼头肉少 后来每次爸爸都把鱼头夹给他 直到妈妈老了,依旧如此 后来,妈妈病重 一天,家里又吃鱼了 妈妈跟他和爸爸说 我吃了一辈子鱼头 我要死了 让我也吃一次鱼肉吧 爸爸痛哭 我这辈子最喜欢的就是鱼头舅舅 我以为你真的爱吃 才每次忍着口水把鱼头让给你 三、送礼 二崔拎了两条烟 摸黑来到村主任家 他想找村主任给他劈块宅基地 村主任正在看电视 明白二崔的来意后 笑着把二崔拎来的烟挡回去 不说批,也不说不批 隔几天,二崔颠着两瓶酒 再次走进村主任家 还跟上次一样 村主任笑着把二崔颠来的酒挡回去 不说批,也不说不批 二崔心里直发毛 村主任到底啥意思 二崔要走,被村主任拦下 村主任说 二崔,你家有粮食吗? 二崔是村里的重粮大户 家里有的就是粮食 满满两大粮仓 少说也有三万斤 闹了半天 船员来弯在这里 二崔笑咪咪地说 主任想要粮食啊 咋不早说 我这就回去扛几袋过来 几袋不要,一袋就好 今天太晚 明天一早吧 于是,第二天一早 二崔就扛着一袋粮食 跨进村主任家的院门 村主任迎出屋 对二崔说 我这几天腰疼 扛不得东西 家里割粮食不方便 你就帮我扛个地方吧 二崔说 行 村主任又说 二崔,你还扛得住吗? 要不歇歇 二崔咬着牙帮鼓说 扛得住 扛得住 出了门 村主任在前边走 走得脚不腾腾 二崔在后边撵 撵得东倒西歪 左拐 右拐 照直走 村主任站下 用手朝前便一指说 到了 二崔你扛进去吧 二崔抬头一看 傻眼了 前边的破土屋里 住着二崔的娘 四 老伴 退休在家后 老伴最爱从早到晚 数落我又老又胖 好吃懒做 今早起床我突然咳嗽 并吐出一口鲜血 他看到后整个上午 没有说出一句话 闷闷地抽烟 中午拉我去了医院 最后得知 那是我牙龈发炎 口腔出的血 他立马就站在医院怒骂我 你这个没用的胖老太婆 只是没骂完 他的眼眶已满是泪水 五 撒谎 母亲打来电话 说父亲上山放羊 不小心摔断了一条胳膊 一个小时后 我匆匆赶到医院 见到了手术后 还处于麻醉状态的父亲 你爸进手术室前 不让我告诉你这件事 害怕你担心 但我没忍住 一会儿你爸醒来了 你回避一下 出去打个家常电话 我点点头 但我同时看到了 同病房的几个人 开始窃窃私语 不一会儿 父亲似乎要醒了 我赶紧走出了病房 大约十分钟后 我拨通了父亲的手机 爸 干什么呢 我忍住哽咽的声枪问道 啊 父亲声音有些迟缓 和你几个大伯玩扑克呢 父亲说到这里 声音显得精神起来 输了赢了 我问道 啊 输了呀 你这小子 干嘛在我手气不好的时候 打电话 父亲和我开着玩笑 尽力让我感觉到 他一切都很正常 我不信 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配合父亲 孩子气得追问到底 但我随之又后悔了 父亲现在病房里 怎么证明给我 老谷 该你出牌了 我听了出来 电话里是刚才 父亲病房的一个病友的声音 父亲愣了一下 紧接着高声对我说 不和你说了 忙着下牌了 来来来 我黑淘三 父亲说着 挂断了电话 就在刚挂断那一瞬间 我放声大哭 毫无顾忌 那天我们都在撒谎 但是那种谎言 让我深深理解了 什么才是真实的爱 六 英雄 胖子在街上晃荡时 他没想到 井上那根金闪闪的项链 已经惹了祸 三个歹徒冲上来就抢 胖子本能地护住项链 反抗 搏斗时 行人围了上来 三名歹徒久拿不下 于是趁大家畏缩着 还不敢上前时 各自亮出刀 痛下杀手 想速战速决 谢 众人轰得一声散开 此时 英雄出现了 他迎着三把 明晃晃的刀冲了上来 一番刀光血影之后 英雄倒地了 但这也给警察的到来 争取了时间 三名歹徒被押上了警车 英雄被抬上了救护车 电视台和报社的记者蜂拥而来 满怀敬意地采访起英雄 已经很多年了 这个城市没有出现过这样一个有血性 能见义勇为的英雄 英雄 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危急的时候 你能勇敢地冲上去 一个记者问 英雄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说 因为我不想看着他死 英雄 想到你自身的危险吗 你手无寸铁 他们手持力气 更何况是一对三 一名女记者 边问边流泪 危险也没有办法 那个胖子是我们的工头 他欠了俺们村十几个人两年多 差不多十万块的工钱 大家派我跟着他几天了 如果他死了 我如何能向我那十几个兄弟交差 七 卧铺 在外地实习半年的刘凤放假了 因为几个高中时的好友 要来这边聚一聚 所以刘凤没有马上回家 没想到这一单个 就是一周多的时间 于是就赶上了春运 刘凤只买到了无座火车票 八九百公里的路程 要一直站到家 这让刘凤很是懊恼 母亲不合时宜地打来了电话 凤 咋样 买到火车票了吗 母亲显得很着急 声音里满是期待 没有 今年不回去了 什么忙也帮不上 就知道问问问 刘凤没好气地吼道 然后恼火地挂断电话 拖着拉杆箱朝后车大厅走去 火车上的人真是太多了 刘凤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总算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放好了行李 人已经被挤到了车厢连接处 紧贴在门口旁边站着 早知道这么急 还不如过了春节再回呢 他又懊恼不已 人要是倒霉 喝口凉水都塞牙 这不 紧挨着刘凤站着一个农民工 棚头垢面 衣着邋遢 胡子似乎有几天没刮了 眼圈微黑 显得很疲惫 最让人不能容忍的是 他的身上竟然散发着一股汗搜味 很难闻 刘凤皱了皱眉头 想往墙角李挪 可是那里已经没有任何空间了 刘凤一脸厌恶 干脆大声说道 离我远点 农民工先是一正 然后拼命向后挤 希望能挤出一点空间 可是哪里挤得动 外面的人还急着往里挤呢 他挤得脸都红了 不住地说着对不起 样子尴尬极了 刘凤贴了他一眼 不再理会 正在这时 农民工的电话响了 他赶紧接听 用一只手拢在耳朵上 显得那么老土 妈 我上车了 很快就能到家了 嗯 您放心 对 是卧铺 很舒服 刘凤的心里猛地移动 似乎被碰触到了 某根敏感的神经 让他如芒在背 不由地多看了几眼旁边的农民工 他的年龄并不大 跟刘凤应该算是同龄人 只是因为穿着打扮的原因 显得有些老气 那个农民工挂了电话 见刘凤愣愣地看着他 脸更红了 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你为什么要那么说呢 刘凤好奇地问 农民工笑了 一脸淳朴 这样他才放心嘛 而行迁李母担忧 他担心也好 不担心也罢 最终结果都是一样的 那又何必让他操心呢 刘凤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忙掏出手机 拨通了母亲的电话 妈 我上车了 嗯 遇到了一个好心的老乡 帮我买的票 对 是卧铺 火车在苍茫的山野间飞驰着 一路欢歌 八 一只破碗 暴突泉 位居济南七十二名泉之首 被誉为天下第一泉 也是最早建于古代文献的济南名泉 暴突泉的泉水清澈 甘甜如汁 行人经过 时常用手拘一捧泉水喝 附近千佛寺的一名老和尚 见此情景 拿了一个有缺口的碗 放在泉台上 人们就能用这只破碗 咬泉水喝 一天 有位富商来暴突泉油碗 见人们用破碗喝泉水 心想 如此灵秀之地 怎能放一个破碗 于是他让随从买来一只精美的瓷碗 换掉了原来的破碗 富商自认为做了一件好事 喜满意足地离去 但第二天 有人用此碗喝过泉水后 就把它拿走了 其他人又只能用手拘水喝 几日后 富商又来到暴突泉 发现自己买的此碗不见了 正那么时 他看到老和尚拿着一只碗走过来 用石头把碗敲出了一个缺口 再放在拳台上 富商忙上前问 您为何要把碗敲破 明拳当配好碗 我前几日就放了一只好碗在此 老和尚笑着摇摇头 好碗让人贪心 很快就会被拿走 反而是我的碗 正因为残破 所以谁都不会打他的主意 才能长久放在这里 工人使用 富商恍然大悟 完美的东西 并非适用所有环境 而适用的东西 也无需苛求完美 九 三分钟 他和他约好了 第二天早上九点钟 到民政局领取结婚证 他问他 为啥要这么早 他调皮地笑着说 我们要抢个第一 要做明天第一对领结婚证的新人 他笑着同意了 但到了第二天 他住的那条街道修路 他坐的车堵塞了许久才出得来 时间已经快九点钟了 他快步跑向民政局 他早已经等在门口 焦急地张望着他来的方向 民政局已经开门了 虽然说他们已经电话预约过 但工作人员说了 迟到二十分钟 就要让给下一对新人 先办理手续 终于 他出现了 站在马路对面 笑着向他挥手示意 他朝他大喊 你快过来 他犹豫地看了看 转变成红色的交通灯 打着手势说 请等我三分钟 他生气了 也打着手势 让他闯红灯过马路 他迟疑不觉 站在对面没有动 终于 三分钟过后 他才随着人流过了长长的街道 来到他面前 他已经很恼火了 黑着脸 一言不发地拉着他的手 快步跑进民政局 进到里面 正好来得及阻止工作人员 为下一对新人办手续 他们抢回了第一 他又高兴起来了 但想不到 他却正开他的手 对工作人员说 对不起 我们还是不办手续了 我想我还没有考虑好 说完他扭头走了出去 他在后面追着他 问他原因 他站定了 告诉他 就因为刚才那三分钟 他大声叫起冤来 说 刚才是你迟到了 而且我叫你快点过马路 你还不肯 我没有责怪你 你反过来要怪我吗 他平静地说 因为这三分钟 关系着我的安危 如果一个男人 为了赶三分钟时间 而致爱人的安危于不顾的话 这样的男人 值得托付一生吗 十 出嫁 田家庄有一个风俗 出嫁的姑娘 在新郎到来之前 必须先穿上嫁衣 独自绕着村庄走一圈 表示自己即将嫁人告别家乡 才能坐上花车离开 红儿是田老汉的二女儿 生得极美 今年二十五岁 终于要出嫁了 在田家庄 女孩超过二十二岁 还没嫁人 就被称作老姑娘了 但田家庄的人 从不管红儿叫老姑娘 他们只是替她着急了三年 人逢喜事精神爽 田老汉逢人就说 我家二丫头终于找到婆家了 别人也会真心实意地附和 是啊是啊 真不容易 红儿心善 爱笑 村里的大人 小孩都喜欢她 田老汉开了一家废品回收站 平日让红儿看管 红儿总是坐在门口的竹条椅子上 身旁放着一个秤 村里的人都说 其实红儿的手就是秤 村口的三哥拿了一些废铜来 高声说 红儿 我这有十斤铜 你颠凉颠凉 红儿微微一笑 用手一颠凉 便笑了 废铜八斤九两 每斤十六块一毛 一共一百四十三块二毛九 不幸你可以上秤 红儿心善能力令人折服 这是长期锻炼的结果 他熟练地拉开抽屉 里面的每个格子分别整齐地放着一百元 五十元 十元 五元 一元 五角 两角 和一角的钞票 红儿不紧不慢地 依次取出一张一百元 四张十元 三张一元 和三张一角的钱 递给三哥 哪能不信呢 三哥拿了钱 笑着走了 可是 红儿的手也有不灵的时候 心酸能力也有变差的时候 留寡妇的儿子拿着三斤废纸来卖 红儿用手一颠凉 愣是说有四斤 摆给人家一斤废纸的钱 七十五岁的和大娘 捡来七八斤废铁 要卖给红儿 红儿却说 废铁有九斤 和大娘心识 说 哪能刺字信你的手 我要上秤 一上秤 和大娘笑了 七斤三两呢 今儿 你的手不灵了 红儿也笑了 一共六块三 和大娘愣了一下 嘴里念念有词 说 算错了 不是这个数理 没错 废铁涨价了 红儿奄然一笑 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 你这个丫头 拗不过你 和大娘乐呵呵地走了 红儿穿上鲜红的嫁衣 和红色粗跟鞋 她要出嫁了 她和所有的姑娘一样 需要绕着整个田家庄走一圈 告别父老乡亲 可是村道又长 又凹凸不平 父母担忧红儿会栽根头 遭人笑话 不禁眉头紧锁 不发一言 父母的心思 哪能瞒过心细如发的红儿 她握住双亲粗糙的手 又轻易地将他们贴在脸上 露出幸福的微笑 我好着呢 红儿刚踏出家门 守在她家院子前的小孩 便奔走相告 红儿姐姐出来了 她站得挺直 面带微笑 一步一步 走得很慢 走了很久 村道两旁站了许多人 他们对她抱以微笑 不断提醒她 红儿 前面有石头 红儿 当心脚下的草头 红儿 红儿绕着村庄顺利地走完一圈 坐上花车 离开了田家庄 她是个盲姑娘 但她说 整个田家庄的人都给了她眼睛 我们就知道了 我们就得过去 我们就得过去 连开了 回路 都不熟